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些年都做过这方面的临床观察 我举北京第六医院的例子 他观察了四十例胃穿孔 引起的弥漫性抚摸炎的病人 对重症的病人 他用大献胸汤来治疗 他的用量是黛黄九克 黛黄九克 盲销九克 盲销是分两次充复的 盲销九克 干随末三克是分两次充复的 所以他的一次量 干随末是1.5克 他是作为汤剂 每天吃一副 分两次吃 分两次吃 治疗 胀消耗到穿孔 引起的弥漫性抚摸炎的病人 病情比较重的 对于病情比较和缓的 他是做成散剂吃的 做散剂的剂量是这样的 干随末0.9克 干随末0.9克 带黄末就是大黄粉 带黄粉0.6克 盲销0.3克 一个0.9 一个0.6 一个0.3 计量比例 干随 带黄 盲销是3比2比1 所以他对外 他叫321胶囊 第六医院 他对外 他叫321胶囊 他治疗消耗到穿孔 引起的弥漫性抚摸炎的病人 病情比较轻一些的 或者说 病人刚入院的时候 病情比较重的时候 用汤剂 过上两三天以后 病情基本稳定了 改成散剂 刚才我所说的剂量 干随0.9 带黄0.6 盲销0.3 它是装在金 胶囊里头吞服 就这个量是一天的量 分两次吃 大概一个胶囊 装0.3 到0.4克 所以0.9 0.6 0.3 9.6 15 合起来不到两克 只是1.8克 那么可能会装 4到5个胶囊 那就分两次吃就可以了 他们第一批观察的40例 上消耗到穿孔 引起的抚摸炎的病人 用上这些药物以后 穿孔全部闭壳 抚摸炎的体征全部消失 没有手术 其中有两例病人 怀疑他这个穿孔 可能有胃癌的存在 所以就在 就怀疑他可能是癌性 癌性的穿孔 所以在他的抚摸炎体征消失 全身状况比较好的情况下 择期手术 打开一看 果然是胃癌 穿孔非常大 有一个1.5乘2.0厘米 这就是巨大穿孔 即使这么大一个穿孔 用上大献胸汤 或者大献胸汤 这三个药做成的散剂以后 那个穿孔也被大网膜所包裹 穿孔也闭壳了 可见这张方子 治疗消化到穿孔 引起的这种抚摸炎 只要他没有合并 严重的像感染中毒性休克 这样的并发症的话 用它还是比较安全 疗效也是比较可靠的 这就是我们联想到 我们上次课所说的那个清代末期的 那个王继寅先生 他应当说是一个消化道 具体的说就是未穿孔 引起的抚摸炎 所以他用大成器汤 用完了就要虚脱 他用了大献胸汤 逐渐逐渐穿孔闭壳 抚摸炎的体征逐渐逐渐消失 就大成器汤和大献胸汤来说 这两个方子的在药物组成上 都有黛黄和盲消 用紫石厚破 结合黛黄盲消的是大成器汤 用干髓结合黛黄盲消的是大献胸汤 大成器汤用上紫石厚破以后 促进肠蠕动 提高肠道的张力 也提高肠内的这种压力 所以很有可能就由于肠内的压力 胃肠道的压力增加 就可能会把胃肠道的内容物 重新压入腹腔 这个我们有做过动物实验 这是我们在想象 重新压入腹腔 这样很可能就会加重抚摸炎的这种症状 所以海南岛的那位医生 那位外科医生 为什么对消化道穿孔导致的弥漫性抚摸炎的病人 用完大成器汤以后 用一个种一个 期间还有两个导致死亡的 这就是因为用大成器汤 它不能够治疗抚摸炎 不能够促进穿孔的上消化道穿孔的壁额 反而有可能把消化道的内容物给压入腹腔 加重了抚摸炎的这种病情 所以遇到这种症后 我们一定不要用成器汤 而可以选用大腺胸汤 但是消化道穿孔引起的弥漫性抚摸炎 毕竟是一个重症 是一个基辅症 所以张忠领也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因此下面就要谈到的是 献胸汤的使用禁忌症 下面看讲义的75页 原文的132条 携胸症 其脉腐大者不可下 下之则死 那么这个脉腐大 有不少著家把它解释称 是由表邪 表邪为解 结胸症是一个理时热症 表正兼理时 应当先接表后公理 但是如果是表正兼理时的话 没有先接表而先公理了 难道就可能会导致死亡吗 顶多是导致病情复杂化 表邪入理 病情复杂化 不一定会导致死亡 所以我认为132条的这个脉腐大 不是表正 而是正气散乱 虚扬外托的一种表现 他必然是福大中空 暗之无力的 正气散乱 虚扬外托 所以福大中空 暗之无力 这样一个正气 不能够支持的正后 你贸然的用大献用汤卸下 那肯定会造成不良的后果 因为大学修正病位弥漫的这种症后 毕竟是一个危重症 所以脉伏大 暗之无力 正气有外托的表现 所以这个时候不要下 那怎么办 我们今天当然有好多办法了 中西一阶和权力抢救 不行就做手术 下面看133条 结胸症悸 就是大结胸的症后都已经具备 烦躁着也死 这个烦躁 因为结胸症本身 水热护结 预热扰心 就有烦躁 甚至有心中懊恼 所以这个烦躁 怎么能是死症呢 所以这个烦躁 它不是结胸症原有的预热扰心的那个烦躁 而应当是什么呢 应当是正衰邪时 正不胜邪 或者说正气勉强和邪气相争 争而不胜 这叫正不胜邪 这种情况下 所出现的肢体躁动不明 正气勉强和邪气相争 争而不胜的时候 所出现的肢体躁动不明 想错空履线 寻衣摸床 从今天临床角度来看 这实际上 比方说 消防道窗孔引起的抚摸炎 它就具有感染吗 感染就可能出现感染中毒性休克 感染中毒性休克的前期的病人 就是肢体躁动不明 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到过这种病人 出现躁动的 这是病情非常危重的一种表现 你如果还贸然的用大腺用汤卸下 那必然导致死亡 大结胸症本正有烦躁 有心中懊恼 这是愈热扰心的表现 等大结胸症发展到肢体躁动不明而不自知的时候 我们把它叫做造反 这是正不胜邪的危重的表现 这个时候不要贸然用大腺胸汤卸下 好 关于大结胸症的情况 我们就都谈完了 关于 对大结胸症的小结呢 我们后面讲完小结胸症和寒时结胸症以后 我们一块再给他做总结 现在我们打开讲义76页 看原文138条 小结胸病正在心下 暗治则痛 脉浮华 脉浮华者小先胸汤主治 小结胸病是中经对病的诊断 他的病位正在心下 这提示了小结胸病的病位和大结胸症相比较 病位是局限的 只局限在上腹部 正在心下吗 只局限在上腹部 病位局限正在心下 病是怎么样呢 病是和缓 暗之则痛 就是上腹部有压痛的感觉 上腹部有压痛的感觉 实际上对小结胸症来说 他描述的是暗之则痛 提示了不像大结胸症那样 压痛反跳痛 激紧张都存在 这里头没有暗之适应的问题 而有压痛提示了它是实症 反跳痛不存在 激紧张不存在 卖浮华 这个浮是主热的 浮主有热 华主有他 主热的浮卖 它的特征是什么 清取即得 重暗 华硕有力 清取即得 重暗 华硕有力 这是由于 李热胜 鼓动气血 气胜血涌 血管扩张 气胜血涌 血管扩张 因此你摸上来 摸上去之后 清取即得 轻轻的一摸 就可以摸到脉搏的搏动 所以说它是浮 这种浮和 主表的浮卖是不同的 我们前面曾经谈到过 主表的浮卖 是清取即得 重暗少力 举之有余 暗之不足 如水 飘木 而主热的浮卖呢 是清取即得 暗之 滑硕有力 它提示了 李热胜 血管扩张 气胜血涌 在后面 我们还可以多次提到 脉腐主热的问题 但是这种主热的 这种浮卖 在后世的脉血里 不再提了 它一滑 它一硕 卖主热 脉腐主有热 脉滑主有痰 因此 小结胸病的基本病基 就是痰热 结与心下 痰热 结与心下 治疗用小献胸汤 清热 除痰 开结 清热 清热 除痰 开结 大献胸汤的制法是 泻热 注水 破结 一个泻 一个竹 一个破 这三组动词 清和泻相比 除和竹相比 开和破相比 一个和缓 一个俊烈 所以就区别出了大小 这就区别出了大小 小献胸汤 由哪几个药所组成的呢 由半黄瓜所组成 半是半下 黄是黄莲 瓜是瓜楼 你看半下的除痰作用 和大献胸汤中 干随的注水作用相比较 半下当然是和缓的 干随当然是尊烈的 一尊一缓 小献胸汤中的黄莲的清热 和大献胸汤中的 黄的泻热相比较 一个和缓 一个尊烈 一个小 一个大 小献胸汤的瓜楼 润下除痰 和大献胸汤中的盲消 软尖卸下相比较 一个和缓 一个准劣 所以这就体现了 方便有大小 药物作用 有强弱 所以正后叫小结胸症 用方叫小献胸汤 都是三个药 小献胸汤在临床上 应用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 凡是胸腕部 各个脏器的 各个器官的病变 只要有弹热组织而导致的疼痛 都可以使用 比方说胸腔的心脚痛 然后肺部激患 引起的胸痛 胸腔激患 比方说胸膜炎 肋肩肌肉的血伤 肋转骨炎 就是胸臂的这些疼痛 那么再往外 急性鲁腺炎 鲁腺增生 引起的胸脚部的疼痛 这是胸部的 那么隔继以下的胃病 胆囊的疾病 胰腺的疾病 胸脂肠的疾病 引起的胸腕部的疼痛 只要是舌红而胎黄力 麦华或者麦华硕 你判断为是弹热组织 气机不畅的 都可以用小腺胸汤 加减化财 所以你看治疗心脏病 也用治疗胃病 也用治疗胆囊病 也用治疗胆囊病 也用治疗胰腺病 还用 治疗鲁腺炎还用 所以它临床应用非常广泛 这个小结胸症 我们就谈完了 下面我们看寒石结胸 简易的141条 七十七夜 寒石结胸 乌热症者与三物小白散 结胸是病名 寒石是病性 所谈寒石是寒鞋和潭水相结的实证 由于寒鞋和潭水相结 它既然是结胸 所以它有胸隔顽腹的疼痛和热食结胸是一样的 胸隔顽腹的疼痛和热食结胸是一样的 它不同的是没有热症 言外之意 没有热相 那必然就有寒相 它应该有寒相 像舌淡胖 开白后而腻 这些寒相 治疗 与三物小白散 三物小白散 有温寒注水 地毯破节的功效 它的方向组成有节梗三份 这个分字不是指的重量 而是指的计量的比例 因为在汉代还没有用分计量的 还没有用分作为横重计量单位 在晋朝以后 我上次曾经说过 在猪和两之间加了一个分 那就是六猪是一分 四分是一两 所以晋朝以后 唐代以前 在方计中出现分 如果是作为横重单位的话 你千万不要和宋以后的 那个前两分离毫相混淆 千万不要和后世的那个 前两分离毫相混淆 宋代以前的书中的一分 如果作为一个横重单位的话 它是指的六猪为一分 我们现在的三五百散 节梗三份 八豆一份 奔贝母三份 这个分字不是横重单位 而是指的计量的比例 它作为散计呢 把计量比例列出来就可以了 八豆一份去皮心 皮心中含的毒素比较浓度比较高 所以要把它去掉 熬黑就是炒黑 炒黑是为了去掉八豆的油 八豆的油的毒性也高 所以我前几次不是曾经说过一句话吗 八豆不去油 力大如老牛 卸下力太强 所以要把它炒黑了 把八豆油去掉 炎如指 上三味为散 那八豆更予旧中处之 以白饮和服 道曰白 白饮 饮就是汤 白饮就是稻米汤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米汤 因为散计干燥的药粉不好喝 不容易吞咽 所以用白米汤把它调成糊状 利于吞咽 每次吃多少呢 强人半钱笔 这里所说的强人 是指的身高比较高 体重比较多的人 并不像武侠小说所说的 某一天行到一个小树林之中 突然从树林深处 跳出几个强人 不是指的这个强人 小说中所说的那个强人 是指的强盗 抢劫犯 而我们沙哈论中所说的这个强人 是指的身高比较高 体重比较多的人 并不是指的正气胜的人 正气胜的人 他怎么还能够得病啊 是指的身高比较高 体重比较多的人 所以在用药剂量上 按照体重来计算的话 他应当付半钱笔 我们说一钱笔 大约是一克 那么半钱笔呢 就是0.5克 或者再稍稍多一点 雷者减值 瘦弱的再减一点 再减少一点 可见这个方子是非常厉害的 我一个学生呢 在外地 他在药房管这个药库 这个剧毒药都特管 他看到八豆这么个小小的玩意 他说这有多大的作用啊 他就想自己尝一尝 把八豆掰开一半 拿了拿 掂量了掂量 不要吃这一半 把这一半又掰成二分之一 这就成了四分之一了吧 他说我还是不要再吃这四分之一 把这四分之一又掰成一半 就这么一小粒 吃完了 泄了一宿水样泄 可见他的作用之厉害 你说那个一块 一个小小的八豆的八分之一 泄了一夜 这是棒小伙子 他说郝老师 八豆卸下力量很好 但是他觉得呢 这种线下作用呢 他不像平常拉肚子 那个拉肚子是越拉 拉的没劲 这个拉完了就是饿 晚上就吃东西 吃完了就拉 拉完了就吃 所以他不觉得 不觉得没劲 病在阁上逼吐 在阁下逼吏 其实从临床应用来看 用上三五白散以后 既吐窃窃 又吐又辣 所以就使体内的寒 瘾 寒痰流瘾 通过催吐和卸下 排出了体外 接着往下看这段话 比较有意思 不利 尽热 周一杯 有的人是体质比较特殊 吃完了之后呢 没有拉 没有拉 本来是想通过大便 把体内的寒痰流瘾 排出体外 结果吃完了 他不拉 你是不是接着给他吃药呢 慎重一点 不要接着给他吃药 进热粥一杯 要先喝一杯热粥 一方面 用这个粥来给他增加一些筋液 最主要的是 喝了热粥以后 增加药物的心热之性 促进药物的吸收 因为喝完热粥 胃部的毛孽血管扩张了 那么胃的吸收能力提高了 促进药物的吸收 来助药物的心热之性 这个药是心热的 八豆不是大心大热吗 来助药物的心热之性 你看这就又是以粥来助药力的一个例子 我们前面在讲 桂枝汤的时候 说桂枝汤这张方子 阳正力大 发汗力弱 单用它的时候 肠肠发不了汗 所以喝完热粥粥以后 要喝 喝完桂枝汤以后 要喝热粥粥一生鱼 然后盖被子 用热粥的这个热能 来鼓舞中阳 进一步通过中阳的振奋 来鼓舞胃阳 然后达到驱邪外出而发汗的效果 那就是以热粥助药力外散 桂枝汤用热粥助药力外散 以后在后乱病片 我们会提到李中汤 李中汤他所治疗的是 脾阳虚脾气虚 运化失丝 寒失内胜 升降稳乱的下令 在复李中汤的时候 他也要求喝热粥 但是那是要求喝热粥助药力内温 助药力内温 桂枝汤喝热粥助药力外散 李中汤喝热粥助药力内温 现在用三五百散 如果不吐不利那就喝热粥助药物的心热之性 助药物的心热之性 如果利过不止 这个人吃完了三五百散以后 下利止不住 这个时候怎么办 进冷粥一杯 进冷粥实际上是制约药物的心热毒性 制约药物的心热毒性 客观上他是为粘膜收缩 然后减少了药物的吸收 使胃肠粘膜收缩 减少了胃肠药物 减少了药物的吸收 或者减缓了药物的吸收 我们说是用冷粥制约药物的心热毒性 所以这种药食并用的方法 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和学习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节胸症的热食节胸和寒食节胸这三个症后就都谈完了 我想这个小节还需要我给大家做吗 是不是练习练习 让同学大家让同学自己来做呀 那这样吧 我就现在大体给他做一个小节 结胸 因血与潭水 结与胸格顽腐而命名 结胸 为什么把它叫做结胸呢 因血与潭水 结与胸格顽腐而命名 这是我们对结胸症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分热食和寒食两类 分热食和寒食两类 热食结胸又有大小结胸之分 这是我们讲的结胸的分类 下面我们具体说它的政治 大结胸症 大结胸症 为水热护结与胸格顽腐的热食症 这个话我们都在黑板上写过 大结胸症 为水热护结与胸格顽腐的热食症 可因太阳病或少阳病 雾下而至 可以因为太阳病或者少阳病雾下而至 大家说了 我们前面讲的这些条文 都是太阳病雾下而至的 还没有涉及到少阳病雾下而至啊 那么后面我们会提到 等我们以后讲心下笔症的时候 提到和结胸症相间别 就有一条是少阳病雾下以后导致了结胸症 我把小结一块写在这里 可因太阳或少阳病雾下而至 也可因太阳表邪 太阳表邪 入里化热 入里化热 热与水结而成 有的是物质 有的是自然发展而来 也可因太阳表邪 入里化热 与水相结而成 这个表邪入里化热 是化热入里呢 还是入里化热呢 这个温病学家强调的是 先化热后入里 伤寒学者强调的是 先入里后化热 我想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主要是 邪气入里以后 因为体内有阳气 阳气胜 然后从阳化热 这个热和水结 这就形成了结胸症 水热阻恶气学 水热阻恶气学 以胸格顽腹的疼痛为主症 所有的结胸症都是以胸格 顽腹的疼痛为主症 所有的结胸症都有疼痛 其定位较高者 这是说的大结胸 其定位较高者 症见出现什么症状呢 症见胸痛 短气 汗出 烦躁 像也强如柔净状 像也强如柔净状 治用大腺胸丸 治疗使用大腺胸丸 泻热 诸水 破解 泻热 诸水破解 遵要缓攻 泻热 诸水破解 但是一定要加一句话 遵要缓攻 药虽然遵炼 但是它加了白命两格 使药作用和缓 使药效持续时间延长 这就叫遵要缓攻 这是大结胸症 症候的第一个类型 病位偏高的 其病位居中者 其病位居中者 症见心下痛 按之时应 脉沉浸 脉沉浸 或者伴有 隔内剧痛 隔内剧痛 短气烦躁 短气烦躁 心中懊恼 心中懊恼 但头微汗出 但头微汗出 这些症状的病机 我们在讲原文的时候 都已经讲清楚了 病位偏下者 病位偏中和病位偏下 用的都是一个方子 所以在症状上 我们一块谈 病位偏下者 症见 从心下至少府 硬满耳痛不可进 从心下至少府 硬满耳痛不可进 并且可以犯见 不大便 舍上造而渴 舍上造而渴 日不索 消有朝热 日不索 消有朝热 等扬明辅持证 应当说 不大便 舍上造而渴 日不索 消有朝热 这本身不是杰胸症的临床表现 它是伴有阳明辅持证 可是这个症后 因为杰胸症重而且急 所以治疗 皆用大咸胸汤 泄热 助水破解 并未 无论是偏中的 还是偏下的 即使是他 即使是他 伴有阳明辅持证 也仍然是 用大咸胸汤 泄热 助水破解 日是杰胸症的 大杰胸症 我们就把它归纳了 这么三类 但是 大杰胸症 兼表者 大杰胸症 兼表者 应先揭 后攻下 这是 勤迈福大 不可下 那条 我们从 条文中 归纳出来的 正气散乱 而见 迈福大 无利者 正气散乱 而见 迈福大 无利者 慎不可下 您那非常慎重的 不可以卸下 以防虚脱 以防止虚脱 劫胸症 稀聚 而见 躁动 不宁者 结胸症 稀聚 而见 躁动 不宁者 为 正不胜 邪 愈后 不良 在 汉代 那种 条件下 已经出现了 感染 中毒性 休克的 前期的 临床 表现 那这个 病是 很 很 危重的 所以 重景说 结胸症 稀聚 而见 躁动 不宁的 这是 正不 胜 邪 愈后 不良 当然我们今天要终细结合权力抢救 大结胸症 他的临床表现 他的分类用方 他的食 以及大献胸汤的使用禁忌 我们就都谈完了 小结胸病 小结胸病 为谈热 结与心下的 正后 小结胸病 为谈热 结与心下的 正后 并未 局限 正在 心下 并未 局限 正在 心下 并 是 和缓 并是 和缓 按之 则痛 按之 则痛 卖 浮华 当然这个浮华 也是和大结胸症的那种 卖沉 紧 相对而言的 大结胸症的 卖沉 主病在里 主邪结 比较深 那个紧呢 是 紧就是玄 紧呢 啊 是主水瘾 小 结胸病 卖浮华 是邪 结的比较浅 当然这个浮又主热了 华主坛 是坛热 结质 并邪 相对来说 比较浅 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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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义上说是清热 笛 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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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的大结胸 症的特征 但是 没有热项 没有热项 治疗用三五百散 温下寒食 温下寒食 结胸症我们就都谈完了 我想我们通过上次课和这次课的讲解 大家对结胸症应当有个概要的了解 北京第六医院还用大献胸汤治疗长羹组 但是 这不是辅 这不是辅证用 长羹组不能诊单位 结胸 因为一般情况下的长羹组 他不办有抚摩刺激症 这是把这个方子扩大应用了 我在这里要特别说清楚的是 山寒论所说的方症 他是特指的 但是我们把一个方子在临床上的扩大应用 实际上这个方子的临床应用的范围 远远超过了山寒论中所说的这个症候的范围 我们上次谈到了五菱散可以治疗太阳蓄水症 太阳蓄水的病位在泌尿系统在下胶 但是我们用五菱散可以广泛的 用于全身多处的组织间隙的水液的内流 包括甚至治疗脑部的脑基水 这是五菱散的临床的扩大应用 并不是说脑基水就是太阳膀胱蓄水症 所以这个概念我们应当能够分别清楚 山寒论中的大结胸症 尤其是并未偏中的心下痛暗至时应 或者并未偏下的从心下至少腹硬 慢耳痛不可禁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它是局限性抚摸炎或者弥漫性抚摸炎 或者某些肌肤症引起的抚摸刺激症 它是这样的一个症候 但是大献胸汤 我们如果扩大应用的话 比方说第六医院用于治疗肠羹组 肠羹组中医变症不是解胸症 它是杂病的实症的浮满 这个概念应当清楚 不要认为肠羹组是解胸症 因为它只要它是个单纯性的肠羹组 什么叫单纯性的肠羹组呢 比方食物团的羹组 回虫团的羹组 它不伴有肠臂的血液循环障碍 不伴有肠坏死 它就不可能有抚摸刺激症 甚至它也不可能有全身的发热 所以它没有抚摸刺激症 只有腐满腐痛呕吐 没有全身的发热 这我们只能诊断是 腐满不减 减不足炎的杂病的实症 所以大献胸汤也可以治疗杂病中的实症 杂病肤满实症 这是大献胸汤在临床上的扩大应用 并不等于说肠羹组就是大结胸症 所以这个概念应当清楚 像我们在太阳病 我们在前面讲太阳虚血症的时候 提到陶和承气汤治疗太阳虚血 临床见到它的适应症是少妇积结 亲人如狂 可是我后来举了定例 用陶和承气汤来治疗 月经试条 每到月经期出现精神狂躁 那这个病你不能把它叫做太阳虚血症 用陶和承气汤治疗这个病 只是陶和承气汤在临床上的扩大应用 我们用陶和承气汤治疗 由于特殊原因造成的肠道积血 肠道有淤血内流 然后血液通过细菌分解代谢以后 产生了大量的氨进入血液 刺激大脑 出现了这个病人晚上说胡话 晚上狂躁不宁 我们用陶和承气汤 一卸下把肠道的预热排出体外 精神安定了 那么这也是陶和承气汤的扩大应用 并不等于说肠道有血液内流 这就是太阳虚血症 所以这两组概念 我们一定要分得清楚 结胸症我们就谈完了 下面我们看脏结症 关于藏结 我们上次课曾经对它的基本概念 说过一句话 说什么叫藏结呢 藏结是内脏阳虚 阴寒内灵 内灵就是灵结 内脏阳虚 阴寒 灵结的正后 我们在这里只说是藏结症 不说藏结正治 因为在沙发论里 对藏结没有提出过 有效的治疗方法 它是内脏阳虚 它是内脏阳虚 有正虚 有邪圣 而结胸症呢 是一个纯实症 它没有正气虚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原文129条 何谓藏结 什么叫藏结呢 大约如结胸状 所以藏结 在哪些方面像结胸病呢 就是胸隔 顽腹的疼痛 巨暗 胸隔 顽腹的疼痛 巨暗 像结胸一样 疼痛这个症状 像结胸 但是饮食如故 饮食到底是正常的 因为什么 因为邪在藏 而不在腐 没有影响到腐气 腐气还是通畅的 所以饮食大体正常 但是食食下力 这是由于内脏阳虚 运化失思 阴寒不化 内脏阳虚 运化失思 阴寒不化 所以它有食食下力 那么言外之意呢 结胸症常常饮食不如故 结胸症常常饮食不正常 你想一个消化道穿孔 导致的弥漫性抚摸炎的病人 我们终于可以变为结胸 你说这种病人 他的饮食还能够正常吗 所以这里的饮食如故 说明脏节症 并未在脏而不在腐 因此脏节症饮食大体正常 言外之意是说 结胸症饮食不正常 不能食 食食下力 这是脏节的临床表现 这是内脏阳虚 阴寒不化的特征 言外之意是说 结胸症不会有下力 结胸症没有食食下力 下面讲寸脉服 观脉小细沉紧 这又是以脉象来代表脏节症的成因 寸脉服是指的寒由外来 服饰主表写寸是后外的 寒由外来 我不是阴寒凝结吗 这个阴寒凝结 从什么地方来的阴寒呢 是从外来 寸脉服代表寒由外来 官脉是后里的 小细 是阴虚 小脉细脉是一回事 是阴虚 臣是阳虚 阳气虚的 后面我们讲烧阴病 就可以提到 烧阴病 脉臣者 急温之思逆堂主之 臣是阳虚 因为阳气虚鼓动无力 脉叫臣 臣在体内 所以这是阴阳两虚 谨主李寒胜 谨主李寒胜 也主疼痛 也主疼痛 所以名曰藏节 所以 以这样的脉提示了 内脏虚衰 不仅有阳虚也有阴虚 内脏虚衰 阴寒内宁 舌上白滑胎 舌上白胎滑者难治 舌上有白滑胎的 其实舌胎的胎子 原本应当用肉月旁过来一个胎子 这个胎 因为它是长在人体的舌面上 不知道后来怎么变成了曹字头的胎 结果现在曹字头的胎都成了正字了 肉月旁的这个胎人们倒不知道是指的什么 原本应当是肉月旁的这个胎 舌上白胎滑就是舌上有白滑胎 这是杨虚寒宁的表现 杨虚寒宁的表现 南智 为什么南智啊 正衰邪时 公补两难 你公邪容易耗伤正气 你补正 容易助邪气 所以说难治 一百六十 一百三十条 藏节乌阳正 不往来寒热 亲人反静 舌上胎滑者不可公也 藏节症 因为有胸隔 顽腐的疼痛 所以他需要和 少阳病相间别 需要和 阳远病相间别 因为少阳病可能也会有邪痛 阳远病可能会有腹痛 不往来寒热 说明这不是少阳病 他有胸邪的疼痛 但是他不往来寒热 说明不是少阳病 亲人反静 这是和什么病相间别呢 和阳明病相间别 阳明病 阳明里热 阳明时热扰心 常常有烦躁 甚至阳明病也有心中懊恼 所以现在其人反静 说明不是阳明病 当然也不是太阳病了 太阳病含血壁表 阳玉化日也有烦躁 现在病人安静 所以说他不是太阳病 因此不往来寒热和亲人反静 就除外了少阳 除外了阳明 除外了太阳 舌上胎华者和上面的舌上白胎华者 是一个意思 这提示了阴寒内明 所以这样一个正率挟实的正后 他说不可公也 不可以用苦寒攻下 不可以用苦寒攻下 这节课的时间到了 这个我们的这个脏邪症的还有一条 我们休息一会儿下节课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